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天 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的心就贪心 全无听好役和花 我们在他的生殿 用生息来敬拜请走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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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歌 有一天要唱两次半 请起立 有一天你都觉得失去勇气 有一天你都真的想放弃 有一天你都感觉没人爱你 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 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 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 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 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整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 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 那往往往人海只能记忆过 那爱能活和一切冷漠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 把你双手都紧紧拥抱你 让满满长夜为你照顾 让满满长夜为你照顾 他爱你他愿意帮你一生执酒 你都觉得失去勇气 有一天你都真的想放弃 有一天你都感觉没人爱你 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 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 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 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 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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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 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 让满满长夜为你 祝你走过 祂爱你 帮你一生执救 这个世界 只有一位圣灵 祂爱你 祂愿意帮助你 默默的爱 虽然寂寞 祂爱你 温暖一切能够 这个世界 只有一位圣灵 让你双手 和我紧紧拥抱你 慢慢长夜 陪你走过 祂爱你 帮你一生执救 祂爱你 我从天然的祭 万宽人的上帝 求你跟我们在新旧年纠接的时 专门赚自己的日子 让我们在着地匪的心 求你早起时用你的主爱 让我们摸着 让我们一世人欢喜快乐 援助我们的上帝的美妙 站在我们的丁面 让你兼顾我们的手势的工 让我们的手势的工 让你兼顾它 要求你擦身心 忍到我们中间 让我们注意听你的声 让我们提到 让我们兼顾我们的心 当我们失职 业生的时 求你尊重你的姓手 扶持我们 你的平安跟我们担心 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核心 既然经历你的 要赞到你是我们守候 我们正当天 生心敬拜 当心记得 都是向亚瘦基督 敌生的名字来求 阿妹 阿妹 今天的圣经记载在 菲律宾书第四集 第十十到十四集 我要用台里和日本来讨 第十集 我夸在主地DS 有大大欢喜 因为你们的 绚良 我的心价 ост还有剩余 你们ders 你平收 这些少量 不就是 没有机会 操但 我说 这样不是原因 不够产 有間違 因为我已经合宿 不论什麽健康 没躬低熟 我知道夸在皮癥 也知道夸在护熟 一是肉 一是腰 一是腐乎 一是欺欺 凡事我都老年 黏在胸肅我開落下 我嘶嘶都會 虽然這樣 你們體貼 我的凡然 這是真好 先見大家這裡 願上帝的愛 黏在我們的心裡 娥樂 今天請中期十班 賀樂 祈祷 保養於胸肝 賀樂 祈祷 保養於胸肝 耐營 祝個我的胸 西方和優勝 歐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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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花 祂的心中 長達與吞地 躯官 지�個犯 奴獻 天叫黑咸 歐昂 歐昂 祝我给你三千长 祝祝我见我美丽风 祝祿亚送大奸 祝我给你三千长 祝我给你三千长 祝祝我见我美丽风 祝祿亚送大奸 祝我见我三千长 祝我三千长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肖锦丰牧师 肖牧师是 之前是在普里基督教医院 当任燕牧主任 现在是彰化满恩堂的 祝堂牧师 他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是 走出低潮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台语不大不大型 可以啊 用我习惯的语言 你们也不要笑啊 你们师哥还不是唱跟我一样讲一样的语言 每一天啊 最近你们常常很多人看到我在张基出没 是因为我两年前已经从普里基督教医院 回到这边的教会服事 那我给他看了一下 Google一下 我们彰化满恩堂大概是离张基最近的教会 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 人家没事你们教会怎么走 我说就在张基旁边 一提到张基就有一种不亲切感 我在彰化火车站啊 看到有一些老婆你送老婆送 他要来张基他搭进行车 我就有时候听到他说 我在来基督教 他后面就没有讲基督教 他就只有讲基督教 他没有讲医院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张基在这一些长辈的心目中 是代表什么 代表基督教 他都没有说我要到基督教那个蒙恩堂教会 我都听了就很吃味 大家都往张基跑 都没人往我们教会跑这样子 那所以感谢主 以前在普吉也一样 他们要到普里基督教医院 给他们说 我在来基督教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我们就是 也是代表上帝在这个世界服事 人家对我们的认识是 我们就是代表上帝 所以感谢主 谢谢师班给我们美好的诗歌 顺便跟廖老师讲一下 你之前在我们教会当 帮助我们师班指挥的时候 你有挑了一首很难唱的歌 我们后来都不理他 叫做沙滩上的脚印 今天要跟你报告就是说 上个礼拜我们终于把它献完了 练了两年我们终于敢把它献了 感谢主 今天我真的很荣幸被你们邀请来这边 跟你们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就想了一个题目 走出低潮 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因为田军跟我讲我只能够讲到八点半 所以我就不再读 八点十分好我知道 我只是提醒我自己 那刚才读的圣经是从 新约圣经 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又称监狱书信 为什么叫监狱书信 因为这个作者保罗先生 他被冤枉 被陷害 然后他在做监饶的时候 他总共在做监的时候 他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 然后他写了四封新约的书信 那菲利比书就是其中的一封 然后他也被称为是喜乐的书信 那为什么是喜乐的书信 如果你有机会去把它读完 你会知道 保罗的心境没有太多的抱怨 照理讲应该被冤枉作奸的人 每天一定在那边唱哀歌的 世界对他不公平 然后我没有罪 在监狼里面的人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 那谁有罪呢 法官有罪乱判 警察有罪 然后我的律师有罪 因为他不会辩护 有时候你去监狼里面 我曾经碰到一个吸毒的人 他跟我说 肖母师我进来作奸 我很不服气 因为我没有罪 我当时听得很吓一跳 他说我吸毒是伤害自己 我也没有伤害别人 那为什么我有罪 我当时没有办法回答他 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他 那现在如果他再跟我讲这样的话 我大概知道怎么去跟他讲 那保罗的心境很宽阔 他没有太多的责难 有很深厚的看见 他还排解教会的那些纷争 你们为了点小事 在那边吵 在吵什么 像我这样被冤屈 我都进来关 那我都不觉得怎么样 你们到底在干嘛 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 但是我们就必须先来想一想 人生受到冲击 环境不顺利的时候 其实我们生命是要找出路的 那因为要来张机嘛 那我就看了一下 那我们台湾医疗人员 我们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大概有三个 这是一个问卷调查 那第一个 联力不足过劳 我看员工都会点头 但是院长大概都不点头 那这个也是事实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在服事 这一些有需要的人 那因为台湾健保的保费低廉 然后就医的方便性 所以真的要到医院去看病 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你这一家我不满意 对面又有一家 我就到另外一家去 那所以大量的患者 又加上我们台湾现在 互相高龄化的社会 所以我也很幸福 再过几年我也可以免费 坐公车都有半瓢这样子 虽然你们猜不出我的年纪 但我也不要跟你们讲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社会的尊医行为低落 尊行的心跟尊敬的尊 其实尊医行为 那以前我在普吉十年我很清楚 我们医疗在健保以后 我们就被定义为什么服务业 那这服务业大家对你的要求 你除了专业以外 你还有很多对人的关注 以前我在普吉 我就常见到人家给我的课 的投诉是什么 里面医院的员工都没有笑容 可是明明就有啊 可是他笑得不够真诚 真的是这样的期待呢 真的是 他就把我们当成是一种服务业 然后他对你的期待就非常多 然后病人 拜托你开一堆要给他拿回去 他也不吃就放在那边 拿到左右邻居去那边当好人这样子 去崩啦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蛮有 蛮有挫折感的 蛮有挫折感 然后我们的价值感就会低落 价值感低落有时候也是常常是因为 我们的付出跟回馈 有时候是不成比例 因为医生不是神嘛 那你的身体有很多的状况 那你在治疗的过程里面有时候 而且跟患者跟我们的认知也不一样 而且他们都以为他们都懂 有时候还指导我们怎么开要给他 然后要来开那一些 要申请什么证明 来告诉我们要怎么开这样子 那他动不动就是投诉我们 所以有时候我们 如果价值观没有常常再做澄清的话 我们有时候是还蛮挫折的 蛮挫折的 那我谈这个不是只有医生 不是只有护理 包含所有医院里面的行政人员 其实也都是这样 大家都有蛮多的压力 那有时候压力来 那我们如果没有处理 我们当然就会沮丧 我们就会比较低潮一点 但是我们是要找出路的 那保罗 他面对生命中的低潮沮丧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去找出路呢 第一个 保罗他告诉腓立比教会说 我们来读第四章第十节好不好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失恋我的心 如今又发生 是因为这个教会 跟保罗的关系非常好 他们是互相信任的 所以保罗说 我在这边做煎熬的时候 你们派人来服侍我 你们来关心我 来体贴我 所以对我来讲 你们跟我是同瘦泛滥 我们互相为对方还在着想 所以第一个 我们生命在沮丧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怎么样 要有联系情感的支持 团队情感的支持 有时候我们人都不喜欢孤单 当你很沮丧很低潮的时候 又不被了解 不被体会 那有时候一回到家里 然后家里人也不支持你 然后同事也不了解你 不体会你 搞不好就是他害你的 所以你也不要期待他要体会你 那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 他是了解我们的 他支持我们 扶持我们的 那个会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所以在困境的里面 想到联系情感的支持 那保罗他就喜乐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好 意思说你要有同工 你要有团队 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第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那很多人都把这个来当做说 这是来讲夫妻 其实这不一定只是讲夫妻的关系 是患者我们人生中所有的联系关系 职场的伙伴 教会的属灵同伴 那为什么两个人会比一个人好呢 第一 后面就告诉我们说第十节说 如果你一个人 你若是自己跌倒 那就没有人可以扶你起来 若是你两个人 你跌倒了 那有人还可以扶你起来 那不一定是我们是真的走路 会常常跌倒 有时候是说 当你生命遭到有挫折 人生倾斜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可以愿意站在旁边 他懂你 读你 他听你 他倾听你 然后给你一些激励 那我们很容易又可以从头再开始 所以有一个格言就说 在旅途上要走得快就要一个人走 要走得远就要结伴的走 所以你的旅伴很重要 我们生命就好像是一个人生的旅途在朝圣 那站在你旁边的人真的是蛮重要的 希望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 站在我们旁边的 不全然都是猪队友 有时候也是要一些正面的同工 但是你也不要期待太高 那生命本来就有高潮有低潮 你也不要期待你旁边的人都是 一生他都是帮助你 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好心要帮助你 可是他常常会延迟用于不当 你已经过沮丧了 你听了他讲的话 又更是沮丧 那肖牧师喜欢登山 那登山到前一阵子 后来我都自己一个跑去登山 为什么 因为找不到脸 找不到脸 因为有时候你要去登山 有时候是四天三夜 三天两夜 你想想要在一个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然后要走路走几天 那是很疲累的 然后像我这么有为的青年 已经不容易找 你要找到人来跟你登山 他想到他睡在背窝里面暖暖的 像我孩子也不跟我去 我孩子有一次我要他去 我爸爸要去登齐来山 三天两夜 我们从河湾山进去 三天两夜就出来了 你看就在对面那个山 孩子说爸爸你自己去吧 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 你以前都跟我 他说爸 我的同学 他爸爸带他出去 都去住那个什么民宿 饭店 我每次跟你出来 都在冬天 都在露营 然后冷得要命 那什么 爸爸你自己去吧 上帝祝福你 那后来我要去申请 那个路山正的时候 那个国家公安管理处也不准 他说你自己一个 他就一直劝我不要 不要 那万一你 有那个碎石坡 万一你滑倒了 骨折了 那你怎么办 你还要打电话叫直升机来带你吗 万一那边手机不通 所以他就是要我结伴而行 然后我太太也反对 你又开过心脏 你怎么样 你死了我怎么办 而且你保险要保得不过多 种种之类的 保得不过多 这是我自己想的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难 你要找到一个能够 好好跟你一起走完的人 真的是蛮难的 但是真的 同伴真的很要紧 那我们在职场也是这样嘛 我们的同事也常常会给我们鼓励 这是很要紧 那我看张鸡就都不是租队友 都是很好的 我最近常常来张鸡 有时候是来看病人 有时候是来当病人 遍你们看 我就看到你们的团队同工在互动 会让我有安全感你知道吗 如果我是病人 我看到你们同工在互动 都是这样 我非常非常凶的 那我觉得我那这个医院 没有没有 这个很危险 但是我常常看到 有团队同工 都常常会把谢谢 笑容都会挂在脸上 挂在嘴巴上 我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棒的事情 那这是彼得杜拉克 非常有名的管理学大师 他说知识工作者 其实他就在讲什么 专业的工作者 唯有透过组织 就透过团队 才能施展他的才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有再好的专业 你有再好的能力 但是如果没有人帮你 没有人跟你一起团队 那你的能力发挥不出来 特别我们医疗是一个 高度专业团队集合的一个专业 所以你知道吗 连加来张基 对张基的第一印象 还没有看到医生以前 就会决定对张基的印象 你想人家如果来张基 他第一个会给他留下印象的 第一个接触的人是谁 给你们三秒钟考虑 因为我时间不多 不要高兴太早 不是说我怎样 是这边是这边 我跟你讲 人家来医院第一印象接触的是谁 就是警卫对不对 他要从大门进来 如果他要开车把病人送下来 然后再进来 透过警卫以后 然后再进来 看到这个医院 樊进这是谁 这是樊管阿姨 都还没有看到医生 然后要去挂号 是柜台的那一些事务人员 然后就这样就好了吗 然后还没有 然后还要到诊间去就诊 对不对 他要看那个灯号 那个灯号是谁在负责的 有资讯还有公务 对对 他周遭的环境 那个咒语到底好不好 然后都还没有看到医生 然后还会看到谁 还有更整的那一些护理 所以你看那个医疗是挺复杂的 我以前不在医疗单位 我真的不晓得 我在10年 我真的好好去写一下 哇一个那个 那个整个那个就医的那一个 那个不容易 然后一进去 好不容易看到医生了 医生问诊什么都好 诊断都正确 然后开了单子出来 然后要去什么 有时候要去灵药去检验 他要接触不同的人 所以我跟你讲 一个人把事情做好 很难说只有靠一靠自己 你有再好的专业 如果没有combine care 没有团队 有时候都很难 所以彼得都要跟他讲得很好 他说专业工作者 唯有透过团队 才能够施展他的才能 这实际是真的 所以不要忘记 我们不只是服务外部的顾客 我们也要同时关怀我们内部的顾客 也要关怀我们的同事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5节16节 他就跟我们讲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怕你们睡着 好 来 要跟喜乐的人同喜乐 同哭泣的人同哭泣 无论对什么人要彼心彼此关怀 不要心骄气傲 要服就卑微 也不要自以为聪明 保罗告诉我们 要服务我们内部的顾客 我们员工有快乐的事情 我们跟他一起快乐 那这个有时候普通很难 跟哀哭的人同哀哭 那个比较容易 别人受苦 我就以一个得胜者的姿态 去旁边指指点点 你应该这么做 谁叫你不听我的话 你看看 别人有快乐 中奖 中了乐透 你要去跟他同喜乐 你想说凭他怎么不是我 我也有买 有时候很难 看到别人成功 我们大概都会心酸酸的 我不是在讲我自己 我在讲是没有来的人 有时候真的很难 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的同伴 有快乐的事情 我们跟他感同身受 意思就是说要同理心 那你要去安慰人 要去鼓励人 你也不要心骄气傲 一副以指导者的角色 出现在人家的那个痛苦当中 人家已经够苦了 然后你还在那边指指点点 有时候人家只是要你听他讲而已 那有时候 我以前在普及我记得 我有开一个心灵免诊 心灵的免诊 那个健保不给付的 而且也不算钱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来 他来找我 他生命有很多的苦 有时候你真的 看看那一些底层的人 有时候对他们是敬佩 他们为了生活 他们这样力争上游 但是受到很多的苦 有时候一进来 他就跟你讲讲讲讲 讲到后来 想说已经讲了一个小时的 换我应该要我讲讲话了 因为他来寻求我帮助 当你要讲的时候 他就站起来说 肖牧师我已经好了 谢谢你 你很健谈 跟你讲话很快乐 我还没有讲到半句话 那后来想说 他怎么好了 原来因为我听 而且我表现出 专注的倾听 那个知识 还有那个微表情 次表情 都完全是 让他知道我是很专心的 虽然我心里想说 他说这么久 我都还没有发挥到 他就说 我很健谈 他已经好了 然后转头就走了 这样子 但有时候人家 也只是希望我们听而已 那听一听 搞不好 他生命中有个宣泄 有个出口 他明天又是一条好汉 又是不一样 太阳又从东边升起 那所以约伯书也告诉我们说 约伯在受苦的时候 他不是有三个租队友去吗 给他指指点点 你一定是犯罪的 你一定是怎样 你为什么不听话 那后来约伯说 你们只要听我的言语 你们就算是安慰我了 这段话 我找这段话找很久 为了今天要来找很久 找了昨天找一整天找到这段话 所以当你们受到挫折 委屈低潮 处于负面情绪的时候 会希望新得到的是关心包容鼓励 他情绪需要宣泄 所以我们要站在第一人称 哇你被主管 你的主管怎么样误会你吗 那你一定很难过 对不对 我刚才说这样 这一句话就会鼓励到他 为什么 因为你有在同理他的难过 你不要说世界本来就这样 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主管都很机车 那你讲讲没有安慰到他 好像是说 那不然你是在无病声言 世界本来就这样 不是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要在第一年称 去同理他 然后受苦苦者真正需要的是 找到一位聆听者 细心聆听他的说话 耐心明白他的感受 所以你看这一张 如果猜的对这一张 是在哪边拍的 这是我拍的 那我会送他一份小礼物 那个田君在帮我出去看谁猜对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在哪里 这个地标 怎么这么快就被猜对 我还以为你们都不去台东的 他就在海滨公园 有个地标斜斜的 我就看到他我就拍他 当人生倾斜的时候 有人默默的陪你听你懂你 这是最大的慰藉 那是谁陪他呢 这台脚踏车也跟他一起倾斜 牧师怎么这么刚好 两个都倾斜 因为脚踏车是我把他摆上去的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团队能够互相扶持 他们之间的亲密感就会增加 就更稳定的合作的力量 所以几点小建议 敞开自己 搭起跟外界互动的桥梁 我们跟外界要常常互动 对别人的小过失小错误 不要斤斤计较 多一点体谅宽容协助与激励 我跟你讲 有时候你会不快乐 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 你知道吗 所以你常常在不完美的世界 要去追求完美 那难怪你会痛苦 那我告诉你 你放心 只要你还活着一天 你就常常会有意无意中 被人家得罪 有时候人家得罪也不是故意的 那你也放心 只要你还活着 你也会常常在有意无意当中 去得罪别人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要活在现实感里面 所以对别人 有时候有一些小迷思 我们多一点体谅跟宽容 这个是很要紧 不要有权力的傲慢跟知识的偏见 这个就是说要倾听 那第二个保罗他说什么 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我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也就是说 别人支持你 扶持你 听你 这很要紧 但是你自己也要做心境上的调整 自己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 在现实感的人都知道 人生不是一条直线 有高峰也有低谷 所以你要学会要处悲见 也学会要处丰富 悲见什么 你要学会你失败的时候 你要自处 成功的时候你也不要太傲慢 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人生有失有得 得的时候要爱惜 感谢及保握 失去的时候要依靠等待 不要灰心绝望 太阳明天还是会照样升起来 所以职场你要去适应各类型的人 不可能都与喜欢的人在一起 也不可能都遇到好主管 那主管也是这样 现在主管是很难当你知道吗 现在员工有时候动不动 不晓得为什么 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 最近真的比较奇怪 很多工作找不到人 然后很多人也找不到工作 那特别是比较年纪比较轻的 那有时候常常有时候 有一点挫折 他明天就不来了 所以有时候主管是很难 你不可能都会遇到好主管 但是主管不会都会遇到理想的部署 不一定好事都临到 那这个都是我们都是要学习 我们都是要学习 所以连生不是只能够搭顺风车 有时候该做的事情 也是要逆风前行 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那非常有名的哲学家 德国哲学家舒本华 他就说 我们很少想到自己所拥有的 总是想到自己所没有的 然后呢 你所拥有的不会超过你所能感谢的 一旦你失去了感激的心 那你的心里就留不住任何的东西了 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 那这张这张对我非常大的影响 而这张是我来张机参加一个什么研讨会 不知道几年前我忘掉了 然后我把它做下来的笔记 然后把它抄下来 在张机听到的 我们要常常做价值观的澄清 要做价值观的澄清 这个彼得德拉克他说 他说医疗机构存在的目的 不是要获利 而是生命品质的改变 我给他想一想很有道理 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促进人的健康 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 他的健康改变 他的世界观跟着改变 他的家庭跟着改变 你看家里有生病的人 不是只有他受苦 全家跟着都苦 除了他的家人都不爱他 每天就期待他早一点生病 那这样的人也非常少 基本上是没有的 基本上你看到他全家 每次要来住院 西家带券真的 所以以前在普基 我们就常常会告诉同仁说 能够留下来 尽量就让他在这边治疗 把它转出去是很简单 那写个转整单就出去了 可是他出去是全家跟着要出去 他的世界是跟着要改变的 跟着要改变 所以我们要常常做价值观澄清 我们一五年元 我们有一个很神圣 很有意义的工作 真的 我们是在做改变人生命的工作 那我是神职人员 有时候也是 我也会有挫折 你看在这一个充满了理性 科技至上的时代里面 我要说服人家 去相信一位看不见的上帝 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有一天 你要相信真有一位上帝 又不是说你要相信真有上帝 真有一位上帝 这是很大的冒险 所以我也等于是上帝的贸易 你知道吗 我常常代表上帝在处理人家的客数 很多人还跟我抱怨说 卖出去的产品不良 要吵着要退货的一堆 牧师你们说祷告 可以改变我家庭的状况吗 为什么我祷告了 然后我家人都还是不爱我 那你本身行为都没改变 你只有祷告 那上帝当然不听 但是我又不能这样跟他讲 然后每天吵着要退货的 每天来跟我 来困难我的一堆人 有时候你也会沮丧 但是有时候你在做价值观澄清 给他心意调整一下 我在做的是一个非常有 意义的一个工作 我在促进人的生命改变 我也是在促进人的生命改变 这是很要紧的 所以我们不要自爱自人浪费时间 提醒我时间到了 不要浪费时间 你每天抱怨 抱怨除了得到抱怨跟愤怒以外 你常常以为你是受害者 你如果常常以为你是受害者的话 在低潮你又以为你是受害者 那你一定走不出来 因为全世界都欠你 所以美好的一天的开始 关键不在于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是在于你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每天出面前给自己做个祷告 用正向的态度去面对它 遇到好事情感恩 遇到不顺的事情 我们也感谢 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 敬仰力量很要紧 保罗说我靠着耶稣基督 是给我的力量 我能够适应任何的景况 所以你有问题到神面前 神要安慰你 对你的心说话 所以诗篇说 我的心为何人为何在我里面防照 应当仰望上帝 因为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上帝 别人不了解你 别人没办法体会了 那上帝他知道 上帝有时候不喜欢听教训 有时候你想自己一个人 那上帝他也许可你 上帝他知道 神也许可你流泪 神看中你的眼泪 诗篇说 你的眼泪神都把你记下来 把你收藏到 他的那个宝贵的那个袋子里面 他看中你的眼泪 看中你的挫折 看中你的沮丧 他站在旁边就是扶持你 帮助你 所以我们要仰望上帝 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施恩给你们 必然兴起要联名 上帝已经在那边等候了 当你在挫折沮丧里面 你走向上帝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在神那里 他那边有怜悯 他那边有鼓励 他那边有安慰 你就知道怎么处背间 也知道怎么处丰富 你的人生 持续往美好的方向前进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上帝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祝福我们 也谢谢你把我们摆在这么一个 有荣耀 有意义的一个岗位上面 主啊 有时候我们不完美 我们这个世界也不完美 有时候我们常常要面对许多的挫折 跟沮丧 但是主 你永远是我们的帮助 永远是我们的诗歌 也是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就持续的走到你的面前 来接受你的扶持跟鼓励 美好的事 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谢谢肖牧师的正道 我们是院长室报告 今天是刘青山副院长